穿著黑色洋裝 一頭長髮 對著鏡子補妝 長相亮眼 身材較好 裝扮與時下年輕女孩沒有不同 但她一個月直播營修破百萬 擁有一間店一輛百萬跑車 直接打趴22K 她是25歲一飛 因家境不好 一間扛起家計 用一卡皮箱五千元創業 到夜市擺攤 應長得漂亮 生意特別好 收入三四萬 但照顧媽媽跟妹妹 這些還不夠 擺攤的辛苦自己最知道 最辛苦的就是要躲警察 看到警察馬上合起來 就趕快跑了 就是很像音速小子 然後每天在那邊練 那樣白米賽跑一樣 每次都要衝很快 因為如果是被抓到 就是一張單就是1200 這時網路直播正夯 她抓準時機進場 每週一天直播四小時 漂亮的讓人有距離感的她 直播賣正能量水晶時 用最純正最本土的反差形象 吸引大批死忠粉絲 李小英兩千 兩千也是太熟了 喜歡的要大步一點 喜歡大步一點 大步一點 你如果要滾這個刀就給你按了 但也應穿著清涼 引來酸民攻擊 穿得比較清涼 她們就說 哎呦 騎著扒 什麼沒有形象 什麼死胖妹 什麼 在有多難聽 講多難聽 可是我覺得 支持我一直走過來 除了家人朋友 還有我自己的目標之外 最重要的真的是客人 每賣出商品 她都牢牢記住顧客喜好 客製化方式 僅僅抓住回購率 你要做出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像我們就是客製化 就是你有什麼需求 就可以幫你做出 怎麼樣的 努力振錢開店 買跑車就是為讓家人 過上好日子 25歲一飛 她絆到了 記者 廉家慶 曾偉翔 莊明君 台中採訪報導